其實我真的比較習慣站在攝影機後面 然後站在大家前面其實一直都有點緊張 那各位也不用擔心 我今天不是來講鬼故事的 那很多人就常常問我說 你為什麼想當導演 你怎麼當導演的 所以我講著 我就今天想要來跟各位分享一下我的成長故事 但是或許講著講著也變鬼故事了 其實我常常舉我自己是像是一個天條下的說書人 那因為以前在沒有影視的這個時代的時候 其實不管你今天講聊災自疫 講皇宮延晴 或者是講鄉野奇壇 其實都是透過最純粹的方法 講一個故事給大家聽 那觀眾其實給你的反饋 其實也都是最直接的 那在用這樣子簡單的一個叙述的方法 讓觀眾有無限的想像 其實是我小時候一直非常羨慕的 那原因是因為 欸 這個 原因是因為其實我小時候 在 呃 非常非常小時候 其實那個時候醫生幫我減定為 就是有一點輕微的自閉的狀態 然後也不太會說話 完全不了解怎麼樣去表達自己 所以往往你就會利用畫畫的方法 一直不斷地在表達 一直利用圖畫的方法來去告訴別人我自己在想什麼 所以 簡而言之我的課本就變成這樣了 所以我的課本就像我的圖畫紙 然而在這個畫的過程中 我不斷地在一直表達自己一直表達自己 我才知道其實我當時畫的並不是圖畫紙 而是電影腳本 那這個電影腳本的繪畫的過程中 一直原來我所有記錄事情的方法 都像是從不斷不斷的一個影像去記錄到我的腦袋裡 所以我其實小時候很不懂讀書 那些所有的字在我的視覺裡全部都在跳動著 我完全沒有辦法像是讀書從第一行讀到最後 我只能用圖像記憶的方法去找到一個記憶的可能 所以後來我畫了分鏡腳本 當然啦 因為我的功課一定很不好 所以我爸非常生氣把我的課本都燒了 如果那個課本留到現在 或許我會比Michael Bay更快拍出變形金剛 好 大家好 我是導演 電影導演西岳龍 那這張照片是我最近有一個新的項目才剛剛拍完 叫兄宅專賣店 然後主演是李明順 陳妍飛 范少勳 那我們今年五月多的時候殺青 預計明年的時候就能跟大家見面 希望各位也能期待 在家裡就可以感受鬼的恐怖 沒有啦 實際上鬼沒有那麼恐怖 在這部戲裡你會發現人是比較恐怖的 好 我想要問一下 就是各位有沒有心裡面屬於自己最深刻的那部電影 就是你們在目前的觀影過程中 你們最喜歡的電影是什麼 那我自己在我的觀影過程中 讓我變成導演其實是有兩部 是變成是我心裡面好像往電影導演起步的兩個方向 一個是1996年的星際終結者 一個是1998年的海上鋼琴師 哇 風格很迥異對不對 就是你是個導演 難道你喜歡的東西沒有一個路數嗎 怎麼會是兩部這麼迥異的東西 那那個時候其實小時候你能看的東西好像有限 一直到星際終結者出現的時候 那時候ID4大美國主義 一個巨大的飛船飛到了美國 然後完了又射了一個無敵的光線 然後美國開了它無敵的戰機 就毀了ID4以後 好像全世界就得救了 然後我那時候覺得 哇 這個就叫電腦動畫嗎 太神奇了 這到底是什麼東西 所以我當時就毫無保留的 我讀父親美工 我進了當年第二屆的電腦動畫組 原來我開Photoshop還需要20分鐘 所以我原來距離這件事情非常的遠 所以我當時還想說 原來創作這件事情是需要金錢的累積 需要資本的累積 我好像才有機會能夠做這件事情 可是這個當時只有一點點的想像 因為買一台Macintosh的電腦 我需要二十幾萬 所以就覺得 哇 原來做ID4是遙不可及的一件事 一直到了1998年 我看到海上鋼琴石 那個時候在這部電影裡面 我不曉得各位有沒有看過 各位有看過嗎 裡面的男主角叫Lemon 一輩子沒有下過船 他也帶了一點輕微自閉 所以彈了一首好琴 他非常的專注 一首好琴 那這件事情在看的過程中 是我人生看第二部電影流眼淚的 因為第一部電影是 是螢火蟲之木 那時候小時候看動畫 哇 覺得好可憐喔 因為我正好有個妹妹 所以你就覺得 哇 好可憐喔 怎麼辦呢 然後完了以後 到了海上鋼琴師 原來我共琴了 我覺得哇 原來在創作的路上 我好像就像當時我就覺得 我好像自己困在了一個 這艘船上面一樣 因為你沒有辦法利用當時的科技 去抒發你心裡面想要做的一些事情 而且小時候的曾經過往 你會感覺 哇 好像在這樣子的Lemon身上 都體會到了 所以原來共琴這件事情 可以在電影裡面去做的體現 哇 好想要講這樣的故事喔 所以這會變成是我開始原來 好像想要講故事的慾望 眼影的都在心裡面開始作動 好 如同我剛剛講的 很無奈嘛 就是開了Photoshop都要20分鐘 但是後來我經過自我的努力 我考上了台北 今天是朝台北嘛 對不對 我稍微 台北最好的一個 一個那個藝術學校 叫台北藝術大學 我當時上的組叫油畫組 然後 可是我就思考了一件事情啊 因為當時已經是2000年資訊爆炸的時代了 然後我就問了油畫組的指導教授 我就問他說 呃 如果碧卡索活到了現在 他會不會玩Photoshop啊 如果 如果達利活到了現在 他會不會玩3D軟體啊 所以 教授就有點心臟病發了 就你 你 你 你電腦油畫組 然後 所以從此我就變成了電腦油畫組 OK 但是當然因為我就在思考 究竟創作這件事情有沒有局限 創作跟難道加入了 先進的科技就叫商業 而不叫藝術嗎 那個時候其實在我的心裡 就一直不斷不斷不斷的作動著 一直到1999年 Matrix的出現 奠定了我覺得這件事情 達到了藝術跟商業的極致平衡 那我現在提的東西 大家都想說哇 你身為一個電影導演 你應該講一些海邊的曼徹斯特啊 或者是什麼樣一些形式的東西 可是我心裡面想的東西 在這些商業作品裡面 我好像在我小時候的圖畫紙裡面 都一個一個呈現了 因為你會看到在駭客任務裡面 他達到了動畫極致的表現 他把一個日本的Ghost in Shell 攻殼機動隊的題材 拿到了美國 變成了駭客任務 在裡面你好像找到了宗教的思想 你好像找到了極致的表現 然後在這些表現裡面 好像完成了你所有不可能事情的發生 當時我還記得在第三集 他們Matrix第三集的時候 MTV台 當時的MTV台辦了一個很厲害很厲害的活動 從下午第四點的時候開始播第一集 然後到了七點的時候播第二集 九點的時候播第三集 我看完第三集 我幾乎是抓著那個電影院的手把 我沒有辦法站起來 因為我覺得天啊 我這輩子有沒有可能變成這樣啊 我好想要變成這樣喔 所以後來駭客任務 就像是我變成想要往電影走的 第一個起步點 好 那這個是我想要當導演的契機嘛 所以在這個十年的過程中 我就非常的往影視方向 用各式各樣的方向努力 當然我很幸運的 我有機會能夠開始拍成了我的電影 那很多人就會問 開始問了我下一個問題啦 就是說 除了導演之外 你為什麼會想拍電影啊 如果有一天外星人 外星人如果有來看地球啊 外星人可能會覺得我們地球人其實很笨 因為他會覺得我們拍攝電影的過程其實是超級好笑的 原因是因為我們用了非常金錢大量堆積的膠片 當然啦現在可以比較省事 就是用數位化嘛 可是數位化又比較便宜嗎 其實沒有 因為以前是用膠片滾滾滾滾滾 現在用大量的硬碟滾滾滾滾滾滾 而且現在因為膠片沒有像膠片那麼貴了 所以無止盡的可以按record 可是時間上就像是以前的膠片一樣 還是依舊不斷在浪費當中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你會發現 哇原來電影的資本就像如同我當時開Photoshop一樣 原來好像還是很艱難的一段過程 但是因為在這個過程中 他在用這樣的方法來記錄 記錄以後就像是在活化的生命 然後觀眾就像坐在一個暗室裡面 然後看著過時的一台機器投影出來光亮影像 用意來目睹他們所謂的模擬人生 這是我覺得外星人可能會覺得 哇你們地球人怎麼這麼笨啊 為什麼要做這麼麻煩的事情 OK拍電影真的非常麻煩 那就像李安導演曾經說過 他每拍部電影就像半條命不見了 可是我拍電影的過程 我絕對不是半條命 我覺得是一條命不見了 所以我第一次拍電影完了以後我就發現 哇原來李安導演當時講的東西的麻煩 是如此的程度 這件事情當然也讓我對電影有更多更多的敬畏 好既然他這麼麻煩 為什麼我還想拍電影啊 這個過去的麻煩是帶著上百人的團隊 日以繼夜的一顆一顆畫面的雕刻 組合起來的故事 然後再經由大量的後製 然後大量的音樂製作 然後完成了一部作品 好 可是這麼麻煩的東西 為什麼我還想拍電影 因為它有四個原因 就是探索外在世界最好的一個方法 舉例來說 你不用見鬼 你只要乖乖地坐在電影院 非常安全的 女鬼橋就會帶你去看鬼 對吧 那你不用當黑道 在外面打打殺殺 腳頭有辦法可以帶你去看電影 對吧 但是你可能不用看到世界末日 但是世界末日也可以呈現在你面前 所以這是探索外在事前其實幾乎最安全的一個方法 而且因為我是美術系嘛 我剛剛講了 我小時候這麼喜歡在課本上面畫東畫西 在這個創作的過程中 什麼樣的視覺語言是最頂尖的那件事情 就是電影囉 所以它是視覺語言藝術還有科技的最好結合 還有一個最棒的東西 就是它是一個可以讓全世界的人經由不同語言 不同人種 然後在短時間內可以聚在一起共同欣賞的一個東西 當然你會說現在我在家裡開Netflix開OTT也可以啊 可是不太一樣 你沒有發現共情這件事情有時候好厲害 就是有些東西就是要一群人聚在一起看 你才會覺得這件事情好看 你寧願聽到隔壁的唾棄聲 你可能聽到隔壁的驚嚇聲 你都會感覺到哇 這件事情好像跟我彼此的渲染特別有魅力 這也是為什麼電影院始終這輩子 你會發現自從由電影開始的影像 其實環境沒有做太大的改變 可是電影院依舊存在的原因 那當然啦 電影也是一種愛了解和教育的力量 這個過程中當然因為 身為一個電影導演 你看小時候我是喜歡用畫畫的方法 來去代替我的說話 那如果能夠運用影像的方式 能夠讓這個世界有一點點不一樣 這件事情該有多好 所以我才在電影上面這麼努力地去做專研 當然我永遠都感覺我超越不了我其中一個偶像 就是宮崎俊先生 然而宮崎俊先生呢 其實我在學習他做電影的理論跟精神的時候 其實他有三大堅持 你們能知道這三大堅持是什麼嗎 不要告訴我他只用動畫 OK 他有三大堅持 這三大堅持叫做有趣 有價值 跟第三個要能賺錢 OK 到這邊 我相信觀眾會有一點覺得 哇 好世俗喔 怎麼講到錢呢 就是電影這個東西 是藝術耶 你怎麼還能講到錢呢 那可是這是宮崎俊先生講的 後來我去了解 為什麼他要這樣子說啊 那這就如同我前面在講 哇 原來我買不起20萬的 Macintosh的關係 這個時候其實我知道了一件事情 就像我們在拍電影的過程中 其實你總是希望你的作品 觀眾給你好多的掌聲 那這件事情有機會 如果你的作品能夠行銷到全世界 全世界的票房會轉換成一個數字 而這個數字就像觀眾給你的掌聲一樣 這個掌聲是讓我們影視工作者 還有機會能夠努力下去的關鍵 我們當然啦 我們如果不是一個好的影視工作者 你們不要給我們這樣子的掌聲 但如果我們是一個不錯的影視工作者 我希望你可以給我們影視工作者 更多的鼓勵 有機會能夠讓我們拍出更好的作品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宮崎俊先生會講說 要能賺錢才是真的關鍵點 是因為他想要拍更好的作品 更共情的作品 讓大家更有感受 所以有趣有價值的作品 我就產生了我的第一部作品 當然它也是一個系列作品 第一部作品就是女鬼橋 在2020年我講了一個屬於校園的系列鬼故事 當然啦我很喜歡這種通俗文化 我也很喜歡這種鬼魅文化 因為在這種跟這種環境下長大的小朋友 其實一直都有接觸這同樣的東西 可是我當時就在想 我講什麼 我既然是天橋下的說書人 我講什麼樣的故事可以跟大家共情呢 後來我就想到 我既然這麼喜歡跟恐怖有關的故事 小時候就喜歡聽司馬忠元講鬼嘛 對不對 那我講什麼樣的鬼故事大家喜歡聽啊 後來我就想到 校園鬼故事 原因是什麼 因為每個人 你看每個人不一定有去鬼屋的經驗 可是每個人一定有上學 每個學校也都有鬼故事 而且這個故事全世界都能聽 因為全世界人都要上學嘛 對不對 所以這件事情很容易造成大家共情的效果啊 所以後來我們就真的成功了 在2020年推出了 屬於東海大學的校園鬼故事 那既然我是台北人 而且我這麼愛台北 第二部電影我一定要回台北拍啊 所以第二部電影我就講了文化大學的鬼故事 OK 那如果各位觀眾有興趣的話 現在在Netflix上面其實也都看得到 可以回去獨自享用 記得把燈關掉哦 好 那當然在這個過程中 我好像真的就是完成了我小時候在畫圖畫紙裡面上面的一個夢想 我把我的東西變成了最高殿堂的電影 而真的 在當下第一集上的時候 我其實心裡面非常坎坷不安 原來上電影的壓力是這麼這麼這麼的大 原因是因為當你出現在電影院的時候 你好怕觀眾不喜歡你的作品 更何況我上第一集首映會的時候我的岳父還在現場 他就坐在我的右前方 當時電影結束的時候燈一亮 我的岳父就這樣 當下我覺得 哇 所有的石頭都放下了 觀眾的掌聲加上我岳父的一個大拇指 我覺得我知道我成功了 那你也能知道這件事情好像就有完成了宮崎俊導演 他的三大堅持的其中的這三個項目的可能 那當時我當然覺得 哇 我自己覺得我自己也給我心裡面是鼓鼓掌的 那我也給喜歡我們的電影的觀眾 我也覺得哇 我好愛他們 這樣 所以這一個女鬼橋是我當時我覺得 在2020年真的能夠跟世界溝通的作品 而我們也真實達到了這樣的一個成績 就如同各位現在看到 在這個目前你可以看到這是近十年的成績 但是實際上現在上面雖然寫41國 實際上我們已經賣了46個國家了 那這個是到2023年 因為現在是2024年了 實際上我們已經賣了246個國家了 那當然我覺得更興奮的是什麼 所有小朋友都喜歡玩電動 那現在在PS跟Switch上面 居然可以玩到跟你同名的電動 女鬼橋系列的作品 那甚至我們女鬼橋2的遊戲 賣的比第一集還要好 而且在美國這個地方賣的更好 所以這也是讓我感覺到非常奇特的 所以那個時候我覺得 哇 原來影視產業鏈 我們真的能夠做到影視化的一個實際上的效果 達到很好的資本的可能 好像小時候的Macintosh的20萬的電腦 有機會可以買一層呢 就像那一種感覺 好 接下來 當然在疫情期間 那個時候我們 大家哇 好辛苦喔 就是這麼聚集在一起的場合叫群聚 你知道嗎 違法的 所以那時候我在創作影視的過程中 我就覺得 哇 好希望大家可以坐下來一起吃一頓飯喔 然後在美食無間的這個創作的契機裡面 其實我當時找的第一個拍攝的地點並不是台北 我找到了台南 因為講小吃嘛 反應第一個感受會覺得 台南就是美食之都啊 結果我去了台南 我覺得東西好好吃 人也很喜歡 但不是我家 然後我就覺得不對啊 我既然要講吃的 我要從我在地的感受去找出一些可能啊 所以我回到了台北 我很愛吃 我心裡面的那些美食名單 我應該要利用一個作品分享給大家才對啊 所以後來我回到了台北 我把我所有喜歡的餐廳全部撈出來 我把美食 然後無間道也是我非常愛的作品 所以我就在想 我有沒有可能把美食台北跟無間道 組合在一起變成一個作品 就產生了亮麗的美食物間 這個東西其實也可以在Netflix上面各位看得到 那我們在裡面用的所有的餐廳 都是真實的台北餐廳 這個也是讓我覺得非常自豪的地方 因為我很希望觀眾看了美食物間以後 他們有機會 可以到 可以真的到了 就全世界的人可以真實到了台北 可以吃到真實的餐廳 那這個裡面也是我非常喜歡的餐廳 所以我們就做了這一幅非常漂亮的視覺 而且這樣的視覺其實你會感覺到 同時好像有對立 好像也有溫暖的一個共同感受 那如同我前面所說的嘛 就是既然一個視覺導向的導演出身 我們就完成了一系列跟沒有關的事情 這個是我特別當時我們拍的做的系列海報裡面 我真的非常喜歡的 那我們在做這個系列電影的海報的時候 其實我們也邀請了一個電影的海報大師 叫陳振元 他今天也有來到現場 因為我不小心看到他坐在那裡 好 謝謝 謝謝 你今天來了 對 然後他做的所有的視覺其實我非常喜歡 那他也就是那個大師啊 陳振元大師其實他非常厲害 像當男人戀愛死啊 比悲傷更悲傷啊 這個這些系列的東西都出自於他手 所以當然我也希望我們的作品能夠有好的脈座 所以也邀請了他來製作我們相關的作品 剛才你們看到女鬼橋系列也是他做的 好 那後來一直到有一件事情發生了以後 我就覺得哇 我又更對得起自己了 原來我可以真的把台北行銷到世界 那這一個是你看到在時間上面寫 2024年7月12號發生的事情 這個不是我們行銷的時間內發生的事 因為我們這部戲劇上映的時間是 去年的2023年的11月的時候上映的 然後一直到這一天的時候 人家突然傳給我他就說 現在南韓有人在討論我們的事情了 然後那些東西都跟吃有關 而且大家網友都說要來到台灣去做這件事 而且這件事情是誰告訴我的 是韓國非常有名的製作人 他也是製作那個新秘書為何那樣等等的製作人 他就說你們成功了 這個東西在南韓獲得廣泛的討論 那這件事情我就讓人覺得 哇又有容疑啊 我終於為我長大的地方做了一些事情 而這樣的事情或許能夠帶動到 以後我們不是要到首爾去吃什麼蛋糕店 什麼炸雞店的對吧 大家有可能回到台灣要來吃我們的火鍋店 對不對 也不是只有頂太風嘛 有好多好棒的地方 那你也能藉由這個這樣子做這樣子作品的關係 你才知道原來台北是一個融合全世界美食 最最最最最最厲害的地方 從融合全世界的美食 然後結合跟中華有關 跟台灣人本地的食物組合在一起 最符合屬於亞洲人的味道 所以台灣 我覺得台北真的是太棒了 那當然啊 如果有機會 你們可以上我們的網 上我們的公司 所提供的這一個網站 在Google Map上面 其實我們有標記了整個台北市 我們在這個裡面 選擇出來的好餐廳 就好比說台電的麗鏡酸菜白肉鍋啊 或者是像天東八六的牛肉麵啊 或者是像那個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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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魚君啊 或者是寧夏夜市 還有時時爐端燒等等的東西 就是在台北各區我沒有偏心哦 其實每一區都有平均分配 好 那話說回來 就是因為時間好像也差不多到 各位非常辛苦 也在這邊做了這麼長時間 那 那 做電影雖然是一個非常非常麻煩的事情 但是後來其實想一想就是說 如此麻煩的事情 其實我原來在做如此麻煩的事情並不是為了我自己 其實我是為了所有 願意跟我一起開心 跟我一起害怕 跟我一起哭 跟我一起感受的每一位觀眾 其實當這件事情的麻煩變成是一個一種愛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那個麻煩也會甘之如意 所以真的非常感謝各位有機會今天來跟我們一起共享 就是這一段時光 那我也很開心跟各位分享 就是我成為導演 或者說我為什麼愛拍電影的過程 那當然未來有希望 有機會 就是我們的作品再次出現的時候 也希望大家給我們多一點鼓勵 然後讓我們有機會能夠做出更好的作品 給各位 所以就是未來的拍片路上見 謝謝大家